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哥一脸做贼心虚的样子 脸皮却特别厚 没事人一样的逃到女儿的房间 和孩子一样的玩闹起来 女儿小美告诉她明天让她去趟学校 好脾气的游哥抱怨了几句 还是去了 原来学校在举行物品交换活动 大家都是在交换物品 只有女儿小美把爸爸交换回去了 还被一个小少爷给带回家了 小少爷家里面有父亲 一脸兴起的伺候着游哥 游哥的大鱼可是杠杠的 两人之后就打起了水枪 孩子气得游哥很快和小少爷打成一片 没留意的游哥玩得正起劲 只顾着射水枪 把突然出来的小少爷他妈美丽解释得全身湿透 游哥一看这美女不就是广告里吗 立马游行大发 把人家吓得够呛 一番解释后误会解开了 化妙一转游哥老婆小翠再给客人做头发 原来游哥是个游手好闲很多年了 家里都是靠小翠工作赚钱 哎 没想到游哥还是个吃软饭的 回到学校的小美收到小少爷付的钱 还希望能天天都见到游哥 没想到咱们游哥还是欢迎起来了 游哥收到钱觉得这样不好 就去了小少爷家想把钱还她 不巧看到了美丽姐的婆婆是个精神患者 大白天正发着疯呢 游哥好人做到底就开始哄起了婆婆 老人家被她哄得特别听话 人都不疯了呢 这边啥小聪明的小美居然把自己爸爸游哥投到了网上 开始光明正大的出租起自己的爸爸 好吃难做惯了的游哥才不习惯呢 但是被零牙利齿的女儿怼的一句话说不出来 只能硬着头皮接客了 第一个接到的生意是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孩 就叫她眼线姐吧 眼线姐的要求很简单 她说你只要听着我说话就好了 游哥一听 哎 这好赚钱啊 就坐下听着眼线姐跟自己唠嗑 没想到眼线姐也很不幸运 她爸爸欠了一屁股债 因为这个把她和她妈妈搞得很凄惨 眼线姐的爸不仅不知悔改 还有家暴倾向 说到气头上 眼线姐越来越激动 又是泼水又是打 把游哥搞得很疲惫 游哥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 可女儿却为游哥能工作了感到非常高兴 善良的游哥也坚持下去了 第二个客人还是一个学生 但是却怀孕了 也不上课了 肚子里孩子的父亲也不愿意承担责任 他请求游哥在她阵痛的时候 送她去分眠室就好 游哥的老婆小翠独自经营着一家没发电 手艺很好 可这天一个老头找上门说 房价在涨 让小翠赶紧交保证金 手头本来就行 还得维持一家的生计 小翠非常暴躁 回家就开始埋怨起来 丈夫的没用了 游哥迫于生活无奈 抛下自尊开始了第三个生意 是一个父亲非常忙的家庭 他的工作是去开一个家长会 参加志愿活动 在学校里 游哥发现那个有闲哥的女儿 文静妹经常受班级里的人欺负 游哥想自己样子还是要装装的吧 就去帮了文静妹一把 可是被敏感的文静妹呵斥了一顿 善良软弱的游哥还是没有气馁 在和有钱哥碰面的时候 还告诉他女儿在学校过得很不好 希望他能多关心关心孩子 没想到好心没好报 还被整天只知道忙工作的有钱哥嘲讽了一顿 游哥可谓一路坎坷 可因为他的善良还是坚持了下来 这天他和怀孕节来医院 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怀孕节深深的感动了 下一个客人 眼线节也被游哥的关心和倾听感动的 放下心里的戒备 还让他来自己店里工作 真的是温情无比了 第二天有钱哥找上了游哥 原来是有钱哥的女儿 因为长期缺少陪伴和内心的压抑 吃安眠药了 他请求游哥能让他和女儿文静妹的关系 缓和一些 善良的游哥不计前嫌的来到了医院 还给文静妹带来了女孩子都喜欢的漫画书 刀刺嘴豆腐心的文静姐 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感谢的话 心里还是非常感动的 他终于体会到父爱的温暖 就这样游哥做的事越来越顺风顺水了 他开始给福利院的孩子们带来自己的温暖 给文静妹的父亲找机会让男朋友一起看电影 这些报酬也减缓了小翠的生活压力 但小翠不知道丈夫的职业 还以为他是个商人 这天游哥又来美丽姐家照顾婆婆当他的儿子 小翠也很喜欢游哥 还买乖让游哥带他去看棒球赛 可小翠也就没那么幸运了 上次以来要保证金老爷子不讲理的说 自己要把房子卖了 让小翠自己想办法 从事这个工作十年的小翠打击很大 不知情的游哥还在陪着美丽姐和小少爷看球赛 居然被女儿小美在电视上看到了 他通知了妈妈小翠 球赛看着正起劲 美丽姐接到了电话 婆婆的精神病更严重了 他们赶到了医院 六亲不认的婆婆把美丽姐折磨得筋疲力尽 游哥忙着安慰美丽姐 不小心有了些过度的肢体动作 这一切被赶来的小翠看个阵仗 毛的瞬间乱成一锅粥 工作室的小翠正在人生低谷 又看到这个情况 她的心也凉了 十年如一日容忍丈夫的她疲惫了 也打算和游哥结束这段关系 女儿小美觉得这些因果都是因为小少爷 抢了她爸爸造成的 于是在学校圈和小少爷打了起来 老师只好叫了家长 美丽姐和小翠也就碰面了 这时候美丽姐结识了游哥所作所为的原因 小翠也明白了她的苦衷 女儿小美也坦白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把爸爸租出去了 才会这样 小翠彻底明白了 诺弱的游哥被小翠一顿狂怼 也怂了没脸了 可是被店里的眼线姐劝了一波 她也知道小翠忍了自己十年很不容易 前面小翠看的店不是被那个老大爷 喝斥搬走了吗 游哥就找到老大爷 大半夜和他刚了起来 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游哥也终于埋人了一次 再无意间把老爷子推倒了 还无意间看到他把自己的东西 要运到庆州而不是美国 她前面还说自己要被女儿接到美国 才让小翠搬走了呢 这马上揭穿了谎言 不要脸的老爷子也挂不住脸了 经过一番交涉 游哥知道了 因为老爷子的女儿做了丑事 她脸上挂不住 才逃到别的地方去的 没地方去的游哥 找到了美丽姐的婆婆 也把她当成了自己去世的奶奶 两人互相成为心灵的慰藉 可怜小美点着大鱼 找到游哥说她不想把爸爸借出去了 本来只是想借一下 现在怎么都快要变成别人的爸爸了 这一幕也是很催泪了 就在这时候 小翠也是找到了他们两人 三个人在大鱼里把矛盾彻底解开了 也是个相当好的结局了 游哥凭着租赁爸爸这个名头 上了电视节目 赢得了大众的喜爱 故事到这就结尾了 本以为是个懦弱无能的人设 却没想到最后的游哥这么感人励志 游哥也从没有一个担当的丈夫 成为了一个有责任 会保护家人的爸爸 从起去走到温情 喜欢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去看看哦 Sie 새로운宅常多魔圡 这是因为这个idoد 一言 是用电账迦 就自然 一言 这儿是